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地酿成极大灾情 我国在超前部署之下 受到的影响相对轻微 早在疫情发生初期 政府就积极动员各方资源 打造口罩国家队 确保口罩存量充沛无余 不仅让民众可以安心防疫 也带动相关部支部业绩表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政府即将开放口罩外销 让买卖回归正常市场机制 市场也关心 在这波口罩热潮完全消退之后 国内部支部厂商是否还具备其他动能 以支撑后续营运成长 许多人都是因为这次的口罩热 才知道台湾部支部产业的坚强实力 其实台湾厂商早就享誉国际 在全球布支部市场前40强之中 台湾便占据了两个席次 其中口罩国家队成员之一的南六 更抢下了第22名 南六成立于1978年 是相当老字号的布支部业者 近年来积极推动转型 朝向生计医疗领域布局 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尤其2009年切入医疗手术医用户市场 获得极大好评 也是这波疫情之下的热销产品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未来的营运展望呢 你如果问我我们现在的抛弃室手术医 我想我们大概就到一个产能极限了 那要再成长 就是等我新的线好了 我才会再成长 在我们的燕巢旧厂 我们会改造一条水针线 让它也可以生产 抛弃室的手术医 跟擦拭部 这个是我们今年会做的事情 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在做抛弃室手术医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不要加防山抗的话 我是一个很好的擦拭子的一个材料 我们不是只有做湿纸巾 我们也可以做成擦拭部 我们燕巢新厂 就是最近才刚开始慢慢的发挥功效 那我们三月份呢 已经公告了我们的营收 各位可以自己这个上网参考 那我们目前看到是四五六月 都不比三月差 那只是看我们能够生产多少的问题 我们去年南六呢 也到了印度 我们也做了一个投资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基本上南六会投的 都是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因为GDP会慢慢的成长 一定会带动我们的湿纸巾 或者是热风部 通常会去做尿布跟卫生棉 都会带动这些民生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看好的是 印度就像我们十年前去投资 浙江平乌厂的逻辑 它应该在几年之后 会带给我们一些封硕的一些贡献 那这个厂呢 大概预计 今年底或明年初 可以完成生产线的安装 那我们的客户在哪里呢 基本上都是您听过的 卫生品牌大厂 他们早就到印度布局了 他们也等南六区那边设厂等很久 那基本上我们也都有订单的来源 那到了2024年呢 我们前阵子有投资成立的一个青春生医科技 这是南六以后要跨到生技产业的一个里程碑 那现在这一块土地呢 就是在刚刚大家看到那个燕潮新厂的对面 这一块地已经是青春生医科技 那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龙我们等有东西出来了 再跟各位报告 今年我们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获利的成长幅度会高于营收的成长幅度 第二我们的明年会因为我们有新的设备 以及新的印度厂的加入 明年后年的业绩还是会持续稳健的成长 第三目前我们的接单状况 因为有这个国家的这些防护医 隔离医的这些相关的贡献 那目前我们的接单状况是已经排到八月份 那我们现在只是比较担心是我们产能能不能做得出来 那第四个是我们公司更在意的 就是当这个疫情高峰过后 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的现况会是怎么样 那根据以往我们的经验 我们公司会受惠于这些疫情的发展 因为譬如说如果这个疫情结束了 各位一定还是会戴口罩 你使用过了湿纸巾之后 你还是会想要用消毒湿纸巾 也就是需求它会慢慢的一直在增加 这是我们南六最期待的 未来南六持续拓展新业务新市场 并维持稳健的扩产步调 即便有一天口罩商机回归平淡 公司也不缺成长动能 法人的预期 今年营收渴望挑战80亿元大关 加上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出货增加 毛利率将会比2019年来得好 获利也将水涨船高